一群男人为了实现一夜暴富,趁着地主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剪掉牛场的围栏,冒着风险穿过金区,只为能在大雪封山之前狠赚一笔,杰森作为淘心小队的一员,在开采的时候,突然对围栏里面的土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数百年前此处是一条供水的渠道,当地人的供水全都来自这条河流,但是时过境迁,这条河流现在早已干涸, 而杰森怀疑着很有可能是老一辈人从未开采过的地方,于是便将蝉斗隔着栅栏伸向禁区,杰森必须小心,因为此处距离地主家很近,先用小锤抠缝,看着下面的土壤,大夫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装满整整一盆的沙土后,便开始了淘袭 盆底的黄金让杰森整个人头皮发麻 他现在只想把这一结果告诉老板,次日老板大夫便来到了栅栏旁边,随着冬季的来临,能开采的黄金越来越少 大夫想要完成400盎司的目标,必须要放手一搏 大夫悄悄告诉杰森,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地主发现,否则大家都得卷铺盖走人 凯西在过来装货的同时,带了一把大钳子,剪开了地主养牛的栅栏后,杰森将挖掘机开了进去 如果照此情形下去,淘尽小队能很快地淘到400盎司的黄金 毕竟这样的黄金含量,几乎等于在减钱一样 队友们都觉得杰森越来越能干了 毕竟每一产的沙土,都能让自己有个不错的分红 次日大夫像往常一样,开着小车唱着歌前驱上班 对着美好的一天充满了希望,刚下车便看到了地主正站在昨天挖掘的地方 地主豪怡不仅经营着彩石厂,养牛也是豪怡的主要来源之一 杰森昨天把栅栏剪开,导致豪怡的奶牛从缺口溜了出去 上次的起始事情就一直让豪怡耿耿于怀 由于没有沙土可以挖,导致淘洗设备马上就要停工 次日大夫回来,看到工厂没有备用的沙土 大夫气冲冲地质问内森,内森把事情完美告诉了大夫 这让身为老板的大夫怒火中烧 但是为了团队,大夫只能舔着老脸去找豪怡 看大夫的眼神就知道没有和豪怡谈吐 回来之后大夫和员工商量对策,豪怡把他们踢了出去 但是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大夫要求大家全体开始勘探附近的黄金 辛苦找金几十年,一招回到解放前 淘金小队又一次回到了极点 次日大夫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 目前历经八周的时间,才淘到140盎司的黄金 大夫必须淘到200盎司,才能将自己的本钱拿回来 可看现在的情形,别说本钱 就连大家的工资都付不起 这让大夫失望透顶 次日清晨 大夫一宿没睡 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算去找豪怡弹杖 这是铲车上的克里斯,用对讲机呼喊着大夫 克里斯在厕所旁边,好像发现了一块原始地 克里斯分析老一辈的挖泥船是拉铲似的 只能走直线 挖到一定程度会进行一次大角度的转弯 两道凹槽之间肯定会被遗忘 而厕所的位置正好处于两道凹槽之间 大夫一听他喵的说的有点道理 于是便抱着适时的心态上了挖掘机 挖开表面的沙土后 用淘金盆装了整整一盆前去测试 下节我们看看大夫在厕所旁边能淘到多少黄金